我可以帮大家说 临床上我们明天就会讲到拔牙的概念 那我们常常往往 我们对于拔四跟拔五要怎么去考虑 拔四跟拔五要怎么考虑 那一般来讲我们来思考一下 今天如果前牙要往后退 积极的要把前牙后退 拔四好还是拔五好 拔四好 如果积极的人要把后牙往前移 拔五一下好吗 把障碍拿掉 拔四拔五的第一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前牙要后退还是后牙要前进 这样可以接受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符合生的病人跟符合前的不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如果一直开合的患者 开合患者比如说我们会拔牙 因为拔牙没关系 它就可以关起来 那开合患者拔牙拔四好还是拔五好 拔五 为什么拔五比较好 因为我们拔的五是被磨养 拔四就比较好 我们先改 抱牙 对不对 你反正你只要耳牙咬就会变真了 所以这个也可以 所以 符合真的适合拔四 符合浅的适合拔五 这是第二个差别 可以听得懂吗 好 再来第三个差别 中线要移过去的那边拔四好还是拔五好 中线要移过去的那边就拔四嘛 中线不移的这边呢 可以不拔 如果整理要后退就拔五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移的那边可以不拔也可以拔五 有点听懂我在讲什么嘛 我们在移中线的时候 要移过去的那边拔四嘛 然后呢不移的这边你可以不拔也可以拔五 整理如果要后退就拔五 如果这边点要后退 我们不要弄好就不用拔了 这样有理解吗 好 那最后一个 我们也可以从门牙的角度 来决定要拔四还是拔五 今天如果门牙的尺轴是外翻的 这里 外翻的 拔四好还是拔五好 拔四很快说进来嘛 门牙的尺轴 如果是内凹的 你没有要拔牙 拔四好还是拔五好 拔五好 大家都很厉害哦 那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提供我们做拔牙的参考 因此呢 拔四跟拔五有四个考虑 是我们临床上最常做的 那这个考虑 一 前牙后退拔四 后牙前进拔五 二 符合深的拔四 符合前的拔五 三 中心要移过去的拔四 不移的不拔或拔五 四 门牙齿轴外翻的拔四 齿轴直立的拔五 所以你也可以从这里决定要不要拔四还是拔五 你看这个患者门牙齿轴外翻 门牙齿轴外翻 所以我如果上下都要拔 我这个病人肯定都要拔哪里 拔四 但是呢 如果我这个病人反过来说我这个地方是往内跑的 这个地方往外的 我就会拔五 四 这样下见吗 所以你也可以看着齿轴 门牙齿轴来决定你要拔哪几颗 所以这四个不一样 请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再讲一次 前面要后退拔四 后面要前移拔五 二 符合真的拔四 符合前的拔五 三 中心要移过去的拔四不移的 可以不拔或拔五 四 看着门牙齿轴决定 门牙齿轴外翻的就拔四 齿轴直立 这日内起的就拔五 通常对开业医师 第四个是最重要的 对开业医师 因为开业的医师往往不知道什么拔牙 有时候乱拔的话 这个还蛮中肯 像我的老师今年到台湾去演讲 他就说他永远 他自从开了业之后 他永远拔四拔五 他不是看什么角度 他就看门牙 门牙只要是往外的他就拔四 门牙只要直立或往内的就拔五 很安全 这他给我的临床的经验 给大家做点参考 我们让大家再休息一下 我们晚上来弯瞄 请大家休息